嘿嘿 刚才去朋友家玩 结果一不小心 说漏嘴了说想吃他家的这个鸭 结果就被我抓回来了 但是还没秤 现在我们去秤一下 有多少斤 这个呢我们这里叫青头鸭 因为他这个头呢是青色的 来我们去秤一下 拿起来感觉有点重 别动 乖乖 你看他全身都在颤抖 六斤二 羊挂斤呢也没也没问人家 反正他说我就说这个鸭应该可以吃 他说想吃就抓呗 他话都没说完我已经抓在手上面 现在今天晚上呢这个青头鸭 还是交给那位大厨啊 看那个大厨的怎么做吧 我们就负责 刚刚切完了 切完了这一盘 满满一碗 然后剩下呢就是 要到这个广州白天鹅这个大厨里 大白蛋 哈哈哈 广州 白天鹅 啊 隔壁那个大白蛋 哈哈哈 现在就等到来弄应该是弄那个干锅 因为现在天气冷 嗯 吃那个白切的话很容易就是冷了就不好吃了 现在呢就是 把它拿来搞这个干锅 已经搞定了 哦 去拿那个茶做进来 看一下 芹菜 是 必不可少的 看起来 还行啊 要不然我们搞的话 搞不出这种效果来的 就干锅 不会有点水 就不想煮 煮那个青菜 拿那个青菜进来 好了 我们就先开饭了 这个鸭还算是挺成功的 我们就开饭了 很简单单又一餐 下期再见 拜拜